看到利得這種超過10%的這種正幅 那你應該就能體會到我這幾天 不斷苦口婆心的提醒大家 每一次進場之前 都一定要先想好自己的風險 和報酬的一個比較 那如果你有聽進去的話恭喜你 那下一檔個股的話 也歡迎教我們團隊一起來獲利 請看今天盤要解盤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2021年4月9號星期五的忍者無敵 我是莫爾正確投資分析師陳坤仁 各位投資朋友今天是星期五 那一樣是先預祝大家週末愉快 還有呢就是每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都會拉高我們節目的教學比重 那歡迎大家來收看 節目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每天真的一堆教學的部分 那那個真的是我節目裡面跟其他人不一樣的地方 來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那歡迎大家的收看 然後最近YouTube的人數真的飆升的蠻快速的 已經接近要突破7000人了 那真的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會持續秉持我們的本分 就是用很多數據面的告訴你現在目前行情的解析 告訴你目前現在行情客觀的看法是什麼 告訴你機會在哪裡 也告訴你提醒你風險在哪裡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我可以幫助到大家的地方 那也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小鈴鐺我們YouTube頻道 然後LINE和Telegram上面的投資資訊有更多分享給大家 還有如果要加入我們團隊做相關服務業務洽詢的話 也歡迎用0800668085的方式來做相關的聯繫服務喔 那還有就是趕快講完 粉絲群歡迎加入 那加入之前的話趕快加入你的姓名和聯絡電話 這樣我小編可以趕快幫你加入粉絲群的流程 上面有更多的資訊跟好康分享給大家 講完了 趕快來看那個行情的部分喔 那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的LINE和Telegram一定要請務必來做加入 因為我的LINE和Telegram每天真的有很多的投資資訊分享給大家 尤其是每天早上7點多的時候就算你還沒有看到 電視新聞 你應該都看到我這篇 那個這個盤前提醒了 那我盤前提醒的話會告訴你 那個美股的 動向是什麼 我會告訴你今天有可能是什麼樣的關盤重點在哪裡 那有可能是有一些精選的個股在哪裡 所以比方說我們今天早上去跟大家提醒了 就是在那個美股的部分像FED 因為他們有參加IMF的這個論壇 那FED主席報他講說他會大力支持的美國經濟 然後尋求實質的經濟復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清晨的收盤的美股的四大指數 又該創高的在創高 然後該反彈又反彈 所以快速帶過一下 左上角的道琼的話 依然在所謂的歷史新高附近 然後右上角的S&P500的話 又再創下歷史新高了 然後左下角的NASDAQ指數來說的話 其實科技股最近已經有一個就是現行整理 完畢轉強的這樣的一個態勢 所以最近看起來的話 科技股市會先回穩的現象 那它包含台股的部分也有一樣的看法 那大家先定調這個方向 就是現在目前看起來這個全球的股市 都還在屬於一個資金行情 然後基本面回升 甚至是屬於一個震盪偏多的這樣的態勢 然後你再來做一個相關的分析 你才會比較更明確的知道 現在目前的方向 所以是美股的部分 那台股的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方向依然沒有任何改變 然後可是如果就短線上面 我說短線 那短線上面的話 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動作發生了 尤其是今天 我可能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提醒行情的部分 那今天來說的話 我先看一下今天財經最大條 因為每次看到這種最大條的時候 我覺得就毛毛的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說 怎麼連經濟日報跟工商時報的 兩大報的頭版頭條 只要一起講那個8千金 一起講那個什麼劍值萬七 金戰萬七之類的這種說法 只要兩大報同時在喊多的時候 我覺得這種對於行情來說的話 就可能要適度稍微去做尊重一下下 所以像今天的大盤的話 你看今天大盤創高 到17000點的整數關卡之後 然後如果你早上有看盤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哇塞 今天的成交量突然爆大量 那如果你看今天盤中的估計量能的話 一度喔 有到了5000億的這樣的水準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台股的那個歷史大量 那我也聽說好像有聽說 大概至少兩家的券商 他們的那個交易系統 掛掉了 網路下單的系統都掛掉了 因為行情過熱的關係 然後一度的話 你看也從17000點 殺到了16800點這附近水準 那接近就殺了100多點 可是好像到了中場過後 尾盤過後就發現說 好像適度這個 量也有縮掉了 然後行情也有回穩了 甚至有一些個股的話 就好像有點像是 那個多單去做拉抬 這樣的動作 這樣的現象了 那今天的話中場下跌了72點 然後今天的話成交量 我要特別講一下 今天的話成交量放大到了 4363億元 那 這裡的量的話給大家看一下喔 其實今天的量的話算是 最後尾盤沒有創下歷史大量 可是如果就 最近期的這個量能來說的時候啊 也是一個比較麻煩的現象發生 那我為什麼要說麻煩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看到這一根量 這是今天的量 這是4362億的量 然後如果再往前看一下的話 在2月26號的時候啊 有一個4529億的這個量能 所以今天的這個量能已經是接近 之前的那個量能了 而且今天的這個量能的話 是開高走低的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短線上面 我們說必須要尊重一下行情 在這邊來說的話 震盪偏度看法依然沒有改變 可是呢如果就有一個短線上面的看法來說的時候啊 這邊可能要去做一些 行情的再適度再去做整理 所以這個是我對行情的一個尊重 然後來這邊跟剛才說一個相關的提醒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看一下今天的盤面喔 你可能會看到其他節目都跟你講說 什麼什麼漲停 什麼什麼漲停之類的 可是我會告訴你不一樣的東西 我會告訴你機會真的在哪裡 可是有些東西真的發生風險了 所以比方說今天來看 你一定看到嘛 今天有說那個飛騰 因為世新的關係 世新去接飛騰的蛋 然後有實質的貿易制裁的清單 所以造成了今天的3661的世新的跌停版 那今天的跌停的話 其實他就只有 就鎖得死死死的 那 這告訴我們什麼 我覺得看這一檔的話 可能沒有特別大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被爆出來的嘛 可是我們再看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是5269的翔碩 現在今天也突然跌停了 那當然也可以說 因為他真的也有接到飛騰的單子嘛 那可是如果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的時候啊 你就會知道說 我其實之前 戴恩哥 之前就已經提醒大家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 叫做是什麼 叫做是 只要是現行弱勢的股票 主力 和法人 不會拉給你解套啊 所以這個就是要不斷在跟大家做提醒的 他今天跌停了 可是如果他就算今天沒有跌停的話 我相信5269的翔碩 他就算是千金股 那他會一樣持續的弱勢 原因是因為 他現在目前的現行真的是一個很弱的狀況 那這種個股來說的話 就是要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下 有沒有發現 他從2140塊然後跌到 跌破了月線跌破了季線 然後還創下了波段的低點到 1500的這邊來說的話 這個超級大的 M頭幾乎算是一個 已經成型的狀況了 然後今天再補一個跌停送給他 那我不曉得他會跌到哪裡 可是我依然跟你提醒叫做是 現行弱的股票依然會是在這個時間點 就算指數創新高的過程裡面 這些會持續續弱下去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個股 就是 之前很強的個股 像是愛普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說 我看好愛普 可是 在這個時間點愛普也發生了一個 比較屬於 轉變上面的一個現象發生 他今天跌停 他今天跌10% 然後又跌到了剩下792塊 那你會發現說 那個愛普今天沒有什麼利空啊 而且他甚至營收也不錯啊 因為他們通常在 每一季的季底的時候 都會認列一些授權的收入啊 他的營收也有創高啊 那甚至像是那個前幾天 公告營收的這個經歷科 今天竟然也一度去做跌停喔 那今天的話 中場是收跌了9.47% 所以這個現象告訴我什麼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大的 提醒到的是說 好像似乎 前波的主流股 在這邊有一些去做 轉變的這樣的行為了 甚至是說有一些在屬於 股價高檔的個股來說的時候 這個時間點似乎有一些些就是 那個推升的動能 好像有點沒有那麼樣的強勢了 就像是那個 強弩之末的這樣的感覺了 所以 基於這兩個兩件事情 我再次提醒大家 那種高檔的個股 你可能在追價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他的基本面 能不能再持續再去做跟上來 那有一種叫做是破底的 技術現行弱勢的這種個股來說的話 我覺得依然 主力法人不會拉給你去做解套 所以 這兩種個股來說的話 其實我這個今天的 特別要跟大家提醒相對你的風險的部分 或者是說 在操作面你必須要去注意的事項的部分了 那 所以這時間點 還是回到所謂的操作面應該注意哪一些呢 還是要不斷再次跟大家做洗腦 就是你要去找尋 現行整理完畢去轉強向上的那種 剛開始轉強的個股比較好 因為那種個股的話才不會有 就是說 好像 那個漲多了之後 就有人說 評價過高之類的 不去追加 甚至去做獲利了結賣壓的 那當然那個像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看的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的 6756微風 這幾天也有這樣的現象啊 那 比方說好了 他就是一個現行整理完畢轉強 然後可是他也告訴我說 似乎有一些像 像在創高的過程之中 好像也變成賣壓賣下來了 那甚至昨天也有投資朋友 在我的YouTube上面來做留言說 那 請問當然一個他有沒有辦法一天去做 所謂的 那個田圈席的這樣的動作 因為他今天除息4塊半嘛 那可是我覺得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必要去做分析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短線上面的行為 可是如果就一個長線上面的行為來說的時候啊 現行整理完畢轉強本來就是我們的買點 可是如果創高之後的那個創高之後的話 當然有一些相關的風險 可是他如果拉回之後又去做手紋的時候 那依然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買點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個概念 現行整理完畢 整個帶動完畢 然後去做轉強的時候你可以買進 然後 過高的時候創高的時候不要特別去做追加 然後拉回的時候 我發現手紋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買進的時間點 這種操作的策略 或者操作的節奏 就在我們最近我都不斷提醒大家 甚至我操作這些都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在 操作面的部分跟大家做相關的 一些提醒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去 去買進任何一檔股票之前 你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這次進場的時候 你到底你的風險的控管程度 我講白一點要是 你停頓要停頓幾% 可是你如果往上上攻的時候 你預計要獲利報酬是幾% 你如果是追在高點的時候 你能預期說你上面再高更高嗎 搞不好你下面要吃一大段這樣的停損 所以這個是在最近的這個行情裡面的話 我就稍微有跟大家做一個相關的提醒 那不過行情依然偏多 行情依然震盪偏多來做看待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選股 會更加 提高它的難度 我前幾天也不斷跟大家做相關的說明了 所以這個是現在目前的一個看法的部分 那 行情的部分的話 繼續再看有沒有其他應該要再講的 財經專頁我們剛剛講過了嘛 那我們再來看一檔個股 那這檔個股的話 我相信也應該是 全 就是 領先市場上面 我應該是算最先講的這檔個股 這檔個股的話 是AESKY 那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之前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 這一段時間很有機會變成標股的標股 那他確實在短線上面掛牌之後 也狂標了 然後呢 我前一陣子也有跟大家提醒相關的 那個就是操作面上面的風險 因為 畢竟他如果真的漲到一個比較 高位階的地方的時候啊 本來想說 他似乎就有一點像那個基本面 是不是能再持續再跟得上去 那原本有一陣子 我沒有特別去講他了 可是呢 接下來這個時間點 我又來講他了 那不是因為他漲停 而去講他的 而是因為我要跟大家 複習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是 這時間點 已經有很多的股票都屬於一個 高位階高基期 甚至叫做是 財報很好了 那今年的營收 如果好的時候要再更好了 那個法人才會去做追價 所以 今天的AES的漲停 我們就來提醒大家 這一個觀念喔 那為什麼今天AES會漲停 那 大哥 你應該要跟我們講一下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今天AES會漲停喔 那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 教學過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是 基本面的轉機的標股的形成 是怎麼樣一個 形成的方式的 第一個步驟叫做是 先確認 個股的基本面 具有趨勢成長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比方說 AES 他就是一個 那個電池 然後他就是一個儲能 他就是一個趨勢成長的 題材跟產業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 那我們要找他的 轉機 或者是說 找他的 營收 或 突然 大幅的爆發或成長 那獲利本來是沒有很多 變成賺很多 或者是說原本從虧 然後去轉成獲利 虧轉贏的這樣的現象 那另外的話 配合技術面 轉強 然後股價開始 狂飆 那這個都是很重要的條件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的話 就是說 他如果真的在狂飆的過程中 被主管機關要求 公告自節 那 這個就是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 很有機會變成標股 這樣一個形成的部分 那所以呢 今天AES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AES啊 他就公告了自節 因為他最近標太多了 所以被主管機關要求公告自節 那 他就講說 那個公告自節了 而且他的 二月份的 單月份的 每股 賺2.76元 好強喔 真的好強喔 那如果有這種 這種態勢來說的話 大家就想說 那個2.76去乘以12 然後的話 算出來的話 就是33塊 所以AES 今年可以賺到33塊 比大人跟你之前說的那個 20幾塊 還來得更高的高 來我告訴你 這邊對一半 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恐怕不是乘以12可以了結的喔 因為 二月份的 就是二月份的工作天數 是 過年期間 工作天數是少的 那竟然 AES能夠在 2月的這種 過年期間的 營收 獲利能夠再 創新高 那所以說 如果以這個 獲利的角度來說的時候啊 他這個 可能不只乘以12 那至於乘以多少的話 我覺得 持續再跟大家做追蹤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讓他 這樣的一個評價 似乎有去做調高 調升 而且這個叫做是好 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好 如果大家都知道好 其實就平平的 沒什麼特別了不起 像那個台積電 他公告營收 就是獲利 就是年增13% 13%本來就是預估在內的 因為他自己講說他15% 所以這樣這種好的時候啊 就是 大家都知道好就不是好 可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好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好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AES就直接去 那個 開高然後去做那個震盪走高就直接去衝漲頂版了 所以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觀念的解析 這些都是 像可以跟大家做一些 觀念的溝通跟你操作面應該注意的事項的部分 所以 還是提醒大家 那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就可以去留意一些個股市 好像有一些 那個 去年財報不錯 然後今年的話 獲利更好 營收獲利更好的時候 那就會變成是一個 下一波的主流的個股的形成 那當然那個所謂的題材面的部分 像電動車的題材也是依然看好的 或者像是漲價題材的部分 你看到反映在營收上面的 反映在獲利部分來說的話 也都是持續看好的族群 跟個股 所以這個都是來提醒大家的部分 那AES我也在 坦白的跟大家說 你這邊去追你還是自己去 擔自己相關的風險 因為 基於法規基於會員權益 我就不會告訴你 那個 所謂的精準的買賣的訊號在哪裡了 那你自己可以做一些相關的評估 比方說他如果真的 已經這個今年 可以賺到三十幾塊 那 接近700塊 他到底是貴 還是便宜呢 可以繼續做一些相關的評估 所以這個是每一個人 自己有他的一個 操作面 的評估應該注意的事項 那當然有 有人跟我說 那個 前陣子好像 聽說什麼什麼 面板之類的 那面板好像也是蠻強的 因為 我的教學 裡面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在 我們的 頻道裡面 講的沒有那麼清楚的時候啊 也歡迎大家在我的YouTube這邊做留言 我們再跟大家再做相關的提醒 就是我的YouTube留言真的是完全開啟的狀態 那 我敢開 我就會敢親自來做相關的回覆 所以 也歡迎大家來跟我去做一些相關的互動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呢就是前陣子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那私訊問我說 那大哥 你幫我順便看一下那個面板股 算不算是 那個 標股形成 因為 他真的很認真喔 他甚至還告訴我 還分析給我聽喔 來 這是那個群創的 那個 獲利的狀況 來喔 寫一下給你看 原因重現 我們就在Line這邊來做那個私訊的聊天 那我真的很感謝就是大家的支持 就是 能夠在我們的Line跟 那個YouTube這邊跟我做一些還蠻多豐富的互動的 來 這裡 他告訴我說 喔有啊 你看那個這邊有一個 去年的Q1 負0.55 然後呢 Q2的時候 負0.5 然後結果Q3的時候 喔 虧轉贏喔 然後呢 Q4的時候 賺1塊 0.5 然後還不止如此喔 然後在 1 2 3月的 營收的公告的時候 還發現一件事情 叫做是 這裡營收很漂亮喔 270億 250億 然後甚至到300億 有創下新高的這樣的水準 也都有符合 所謂的虧轉贏 然後賺更多了 那當然這樣算不算是 那個標股的行程啊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好的互動 所以我們在這邊再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提醒 那如果就所謂的面板來說的時候啊 面板我最近比較少講 原因是因為 他真的是很強 然後他真的是屬於一個 那個趨勢成長的個股跟族群 那 我也跟大家提醒過 其實面板我覺得依然非常看好 甚至像是驅動IC的族群 我覺得依然非常看好 那原因是因為今年他真的有所謂的趨勢成長 跟 所謂的漲價的題材 然後支撐了他們的基本面的部分 那 不過 他們跟 我們之前分析過的一些相關的個股 有一些些不一樣的地方 比方說AES 我們之前 我跟大家說他是趨勢成長嘛 或者比方說像之前我們就跟大家說 像同志 我們那時候 一百六十幾塊的時候不是有跟大家提醒嗎 也創高到三百六七十塊嘛 也翻了一倍多 然後甚至像是天宇 我剛剛先那個群眾IC我也講了 就是 那時候我們也是在一百 一百八的時候就跟大家做 跟大家做提醒 到現在已經接近三百塊了 這種都是趨勢成長 都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那面板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也算是趨勢成長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點疑慮的地方 我還是要跟大家做相關的一些提醒的說明 就是說如果你看現在目前群創的獲利來說的話 那他真的是可以變成是一季可以賺一塊錢的群創 友達也一樣 群創跟友達之間我覺得沒什麼特別分別的 就有時候那個群創強一些些 有時候友達就強一些些 那兩個都是一樣強 一樣是這樣的一個走樣的態勢 那如果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群創已經是變成一個月可以賺一塊多的群創了 但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不要直接從今年去走一塊錢 然後去乘以四 因為四季嘛 那就是變四塊錢 然後四塊錢來說的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 好像只有24塊 那會不會根本不到 幾倍本益比 好像八倍本益比而已 那能不能漲到40塊 這樣之類的 那如果在 其他條件不變之下的話 是有機會的 可是呢 就我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所謂的其他條件不變之下的話 這個市場上面的供需是均衡的狀態 也就是說 中國的近東方 或者像是 韓國的三星跟 LG那邊 它沒有任何的產能調整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這個面板的族群應該有機會再持續再去做漲價 原因是因為這個時間點 依然是屬於一個供不應求的狀況 那可是呢 所謂的面板的族群 它依然是屬於一個 所謂的 趨勢成長 但它也是一個 景氣循環的個股跟族群 所以你也要特別留意一下 所謂的面板的 報價 是否能夠再持續的成長 再做創高再去做調漲 的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做一些 多一些進階 進階觀念的 分享跟解析的部分 那也符合我們跟大家說個 每個禮拜五的時候啊 我就會把我們的教學比重拉的更高 當然我們每天已經都很高了 所以這個是在 可以跟大家做一個相關說明的地方 那花了太多時間講這個教學了 回到 主畫面好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在最近的行情裡面的話 還是回到行情 來回到我的主畫面 一下下 最近行情來說的話 我覺得依然震盪偏多 可是最近行情的話依然是屬於一個 類股輪漲輪動非常非常快速的 這樣一個時間跟現象 所以如果這個時間點你要去追一些強勢股 的時候啊 你還是要務必提醒你的一些相關的操作風險 所以我也會不斷 就是 再次強調 苦口婆心 跟你說你不要去做過度的追高 那比方說呢 那個我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說嗎 來 我上禮拜買的這檔股票 四天就是四根漲停板 那3058的利得已經開牌了 可是我也提醒大家 我開牌的時候你不要亂追股票 因為 我買在 這裡 放大一點點 因為 我買在 這裡 啊我開牌是開在這裡 那 我本來就說會員權益啊 我本來就說如果真的漲到這個地方來說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所謂的風險跟報酬不成比例的地方了 那我本來開這檔股票的時候我就是帶教學分享給大家的啊 來 他就是一個整個代彈啊 然後 就是 順水推之後和三升三四這樣往上漲上去啊 所以他就是拉回首穩的時候就是有很好的買點 然後線型轉強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進場點啊 那你如果真的要買在這邊來說的話 你就會有可能會遇到 今天這種 比較大幅的震盪的現象發生 所以如果 還是再次強調 如果你有聽進去我的每一次的教學的話 你就不會犯 所謂的去做追高的風險這樣的錯誤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可以跟大家額外再去做一個相關提醒的地方了 那另外的話呢我剛剛也我昨天的節目也有說就是 真的感謝大家的這樣長期的支持跟 這樣的一個 鼓勵 那可以讓我們的一些就是 像是YouTube的人數也是持續成長茁壯 然後LINE跟Telegram的人數也有持續在做創高 所以呢 我覺得那個回饋大家的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說如果認同我們操作理念 那我可以幫你去做 賺更多 的這樣一個操作的時候你可以加入我的行列 那 那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話 我順便再講一下 我們今天也把一檔個股來 這裡有一個 25%獲利了結了 為什麼要獲利了結 原因是因為我今天調整持股度過週末 然後我們要準備好 更好的資金 因為下一檔 下一週我們會有更好的標的來做進場 那什麼標的呢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提醒的叫做是 來 這禮拜 昨天今天 然後如果在假日週末的時候 我會舉辦這個快閃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的話就真的是為了要回饋大家 就是對我的支持 所以我會給大家非常非常 非常之優惠的優惠方案 所以你可以透過我的LINE和 LINE來做私訊的洽詢 也可以用0800 668085的方式來做洽詢 那這個方案的話是 就是反正你知道在這個禮拜 把它完成這樣的手續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 就帶大家進場 利得第2 一樣是非常非常好的標股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是我對大家的最大的回饋了 好 節目最後 一樣提醒大家 我是墨正君投顧分析師 陳坤仁 然後也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頻道 那歡迎訂閱 按讚分享加開小鈴鐺 然後LINE和Telegram 上面有更多的投資資訊分享給大家 還有就是如果要加入快省方案的話 就是請你務必在這幾天 趕快辦好手續 因為下個禮拜我們就來做進場 那 一樣 是預祝各位投資朋友 獲利發發發 謝謝大家 謝謝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